是他,他被人在河邊找到的 可否不要再燒這些東西給我 我這裡的鄰舍也燒得很誇張 你還要甚麼?儘管告訴我吧 我說甚麼都不想 不要 再多買一隻狗陪你,好嗎 不如這樣吧,幫他娶老婆 那你的店裡有哪些老婆賣的 我找個最快的方法來幫你 有一對靈媒父子 他的兒子是很有名的小靈媒 連汶萊蘇丹也用私人飛機 飛去皇宮捉鬼 只有你兒子喜歡的女生 才會看到那隻戒指 為了他人,我死人也願意嫁 你做甚麼?為甚麼要跟兒子交婚禮 你不接受你兒子的選擇 他會不開心 到時他的靈魂 就會永遠得不到安寧 媽媽,為甚麼你每次都是這樣 你拜這個,拜那個 兒子是不會翻身的